第二个问题 念佛诵经 单独回向给自己某个亲人 这样做是否如法 这样做很好 那么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 你这样做法 你把你的诵经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 他只能得七分之一 七分之六自己得 自己得七分之六 他只能得七分之一 至于他能得的是多少 得的那个功德有多大 那就在乎自己念佛诵经的诚意 你有十分真诚 他就得十分 这个七分之一的真诚的利益 如果你自己念佛诵经不诚心 一面念佛还一面打妄想 那他的得的功德就很有限 就非常有限 所以完全在乎自己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 那么还有一些人 心量大 在菩萨心量 要把他念佛诵经的这些功德 回向一切苦难众生 那你家里面的某一个亲人 一定也在内 这个功德就更殊胜 更大 随着你的心量 变大 第三个问题 修行功德 修行功德 回向个发界众生 与自己 冤情债主 是否需要分开回向 或者应以其中一向为主 另一向为父 不必这样子分别执着 一起回向就好 一起回向 或者是先你把你这个冤情债主 念他的名字 后面借助一击 发界众生 这样就很好 这就一次就完成了 不要分作几次 几次也有分别 也有执着 不好 我们自己的心不清净 这样就如 teh 三个干 mulher 鑫 问题 湿